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伊拉克以英国女建筑师哈迪德赋予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设计的全新生命力 机场的设计灵感正是一支展翅高飞地凤凰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直线距天安门约46公里 占地140万平方米相当于63个天安门广场 超过迪拜世界中心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三国际机场 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体格阵建筑 世界首个高铁下川航站楼 世界首个双进双出航站楼 和世界最大的空港 被英国卫报等媒体评为新世界七大奇迹榜首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共期层 地上五层 主要为旅客进出港 后机集中转使用 地下二层 分别为各类轨道交通车站的站台层和站厅层 以主航站偶尾中心 向四周散射五条纸廊 大大减少乘客的换乘距离 屋顶外观则采用 卡迪德标志型的流线性设计 由1.23万个球形节点和超过6万根板件组成的巨大屋顶 被设计成一个自由区别 由一个中央天窗 六条条形天窗 八个气泡窗 集贯穿纸廊中部 采光带等组成 北京大型国际机场整个航站楼一共使用了1.28万块玻璃 而且8000块玻璃 没有两块是完全一样的 白天的机场几乎不需要灯光 仅靠洒进来的自然光 就让整座机场充满了大自然的感觉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屋顶面积 达18万平方米 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 如此庞大的屋盖 仅用了8根C型柱做支撑 这8根C型柱彼此间距200米 几乎无助的巨大中厅 为乘客提供了最大化的公共空间 在北京大型国际机场 高铁 乘机 快轨等多种轨道交通单位穿越航站楼 旅客可以通过 站亭内的大容量扶梯 直接提升至航站楼的出港大厅 实现了真正意义的零距离换乘 北京大型国际机场 综合交通枢纽的集成度 便捷性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